字幕志愿者 抱歉 然后到两点是什么 有两台无人机 陆陆续续攻击的 克林姆林宫的上空 你看这飞到上面 在上面爆炸 这是克林姆林宫 普天在里面 在餐饮院宫殿的上空 出现一个爆炸 好那是第一艘 就第二艘又飞过来的时候 他也在另外一个 教堂的这个中门口 这边地方爆炸 所以就说 他在克林姆林宫里面 有两架无人机 飞到这个地方 这个爆炸 然后这个碎片都掉在 克林姆林宫的范围里面 你要想到 克林姆林宫是何等 保护森严的这个地方 就没想到 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 克林姆林宫 俄罗斯官方就说 这个基辅当局 用无人机来 要来攻击我们总统官邸 那两架无人机 已经被击落了 也就是说 你要发动一个斩首战斩首速 要来斩烧我们普丁 那当然啦 乌克兰的总统发言人就说 我们不会打 因为我打 把你干掉的时候 不会改变这个格局 甚至连泽伦斯基都说 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没有攻击普丁 我们这件事交给国际纵裁 我们目前在自己的领土 自己的领土在那边战斗 我们正在保卫自己的村庄 那这无人机怎么来的 而且大家各说各话 现在西方媒体是传言说什么 是普丁自导自演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当然不知道 要等到 接下来国际 看有没有人去调查 或者更多的证据 在那里显示是 到底是谁主导了这个攻击 但我想说 如果今天只有这个 克里米亚这个无人机 这样的一个爆炸 你还觉得说 那是 对你说普丁自导 刚刚讲到 你现在很多的有身力量 很多的代表库 很多的油库 很多的军火库 包括很多的轨道 交通设施 刚刚讲到 是每天都有爆炸 没错 像目前为止来说 的确在俄罗斯境内 有出现非常多爆炸 我们就先从时序来看 比如说在这个塔曼这个地方 在塞凡堡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在 这个克里米亚半岛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它之前有连续的爆炸 包括说弹药储存库 还有港口 还有这个所谓飞弹的载胎 被攻击 这是最早被攻击的 紧接下来的话 在布梁斯克 布梁斯克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 在这个所谓的火车上面 被出现引爆爆掉 这里面来说 都出场非常大量的 这个包括油气 或是说很多战略物资 另外紧接而言来说 就是这个 伊利斯基的这个炼油厂 也出现一个连续 大火跟爆炸的这个状况 甚至在这个塔曼 塔曼是在这个黑海 非常知名的一个油库 也出现了爆炸 所以要爆炸的地方 都是要么油库 要么就是飞弹的载胎 要么就是我们的军营 要么就是很多这个 轨道上面 运有非常大量物资 所以就是说 因为有这么多次的爆炸之后 每天都有 对 人家就直言说 是无人机攻击嘛 所以这时候 索性就在莫斯科 又发生了一个 这样感觉上 就很有这种连续性嘛 那所以俄罗斯官方 第一时间就说 是你要这个 你要这个 用无人机来对我进行 反手行动 这样才会像起 不过我觉得啦 如果真的有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 看起来并不是很强 它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它飞行速度 其实蛮慢的 到这个俄罗斯的 克林姆林宫上面 真的能够飞到这么远吗 这么密集的防空网 它真的能够飞到莫斯科吗 这个的确都是 值得商榷的一个地方 好 那另外就是 现在乌克兰的军队 真的在集结当中 连什么瓦格纳军团都说 我们已经看到了 乌克兰在我们的前面集结了 目前为止来说 攻击在两个地方 一个在杂波罗的 你看杂波罗的之前 上面是这个乌克兰军方控有的 下面是俄罗斯 他们现在开始往前推进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在前线的军方就说 没有错 我们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已经感受到来自乌克兰 非常密集的炮火 已经出现在杂波罗的这个境内 所以这是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另外第二个地方是在哪里 在巴赫姆特 在巴赫姆特之前不是 俄罗斯已经号称要拿下来吗 这些拿不下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乌克兰开始 慢慢慢慢的前进 他在开始再往前推进 把原本三面包围的这个 俄罗斯军方开始慢慢把它解掉 甚至连在这个地方打仗 最重要的就是普里格金嘛 他就说得非常清楚 如果没办法拿到更多的战药 这个战药的话 弹药的话 我们可能要去吹出乌克兰的前线 他要撤出巴赫姆特 他相信乌克兰的反攻已经开始了 那瓦格纳的兵团正在观察 前线增加了乌克兰的军队的行动 乌克兰军队正在增加当中 所以他说五月中就会开始进行个反攻 所以他认为说 这对俄罗斯来说 是一个悲剧 所以到底会不会进行呢 大家不知道 不过如果你从西方世界 要给他的军员来说 你可以看到美国真的 美国又宣布了新一轮的这个军售方案 有三亿美金的这个军售方案 那包括捷克提供的这个炮火 也来到了这个前线 包括说像这个很多列车来说 都你可以看到 往乌克兰开的列车 都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装甲车 甚至连这个M2 A2来说 都已经出现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所以等于是这些重型武器都到了 那不只重型武器 你要弹药对不对 美国还给他一批弹药 这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展示出来的 他这个弹药是什么 这弹药是伊朗制的 伊朗做的 那为什么会有伊朗制的 因为美国在这个中东那边 扣了非常多伊朗 或是中东的各式各样的船 里面都有各样的武器 他就直接把他送到这个前线上面去 所以你看其实 从很多诸师马兴能看到说 其实美国或是西方世界的 这个军员已经到了前线 乌克兰已经开始慢慢尝试在攻击 那在攻击的第一个时间 我当然就先把你的后勤 都把你打掉了一个状况 司徒 现在大家注意到是 在俄乌战争里面 刚刚讲到的 俄乌战争的攻势 真的准备展开了 没错 甚至现在乌东巴赫木特 或是阿瓦迪夫卡 或是马林卡这些地方 目前为止 连俄罗斯的媒体都说 乌克兰已经开始往前推进 已经进入俄罗斯 特罗伊之克以东 1.5公里以外的这个区域 也就是说现在 乌克兰军队 真的在进行一个 小幅反击的状态 还没有到全面反击 但是俄罗斯也向他们攻击 约莫四十多次 所以现在在整个前线上面来说 双方交战的是 相当激烈的状况 之前我们讲在巴克木特里面 俄罗斯攻整个乌克兰是守 现在攻守异位了 对 没错 那除了要往前攻之外 他打后面 我们这样讲到说 包括说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俄罗斯很多后方 都有出现爆炸的状况 你看这是不良事刻 不良事刻事实上在 俄罗斯跟乌克兰交接这个地方 他们的火车出现所谓 断轨的这个状况 然后整个这个 一次是再有这个 所谓天然气的这个车子 就这样炸毁的这个状况 还不只是这样 包括克里面雅的油库 也发生爆炸 所以现在等于是在 俄罗斯后方有非常多 可能跟后勤补给都相关的 出现一个大爆炸的状况 你说每天都有爆炸 对 所以这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乌克兰准备要反攻之后 我现在后方破坏你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讲到 因为目前为止在前线炸得非常激烈 所以俄罗斯有点怎样 现在怎样在炸什么 巴赫木特 还有包括说马林卡这个地方 很多俄罗斯都 他现在开始 我们我前几天才讲过 他根本不知道 你的主力部队在哪里 所以他开始狂轰烂炸 而且他都是多管火箭弹 不断的炮轰炮轰炮轰 炮轰这个巴赫木特的很多建筑物 你看巴赫木特已经非常糟糕 但是又被打 再被打一轮 那不只是被打一轮是这个样子 你看连马林卡目前为止 也被打成这个样子 所以等于是在 巴赫木特马林卡 这些地方可能你乌克兰军队会攻击的地方 我就开始全部给你攻击 那乌克兰呢 乌克兰很简单 我就在这边防御你 但是我在后面攻击你 比如说你看 这是俄罗斯在塔曼油库 他是在黑海中药的油库之一 他最近也出现一个爆炸的状况 所以等于是双方 他都一直不断的在前线 炮轰你炮轰你 那你在 我在后方这样攻击你 所以等于是用两面作战的这个手法 那目前为止 美军的这个 美军的这个军队 当然是援军不断的不断来 你真的有更多的装备 保洁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的军队 他是提的这个掌上游戏机 用游戏机的指挥 这是美国的这个电邮舱 开发的一个Steam Deck的掌上游戏 他怎样 他连接军刀的这个遥控机枪 他等于是用这个 这个玩具的这个手势装饰来控制这个 为什么要用这个控制呢 因为第一个 你在战场上 这边已经变成是攻击的对象 那所以我在远方攻击 所以这是远端遥控 对 我只要架着在这个地方 我就一直不断的发射 所以这个机枪是远端遥控 对 那他整个结合了 美国的电玩公司跟机枪一起合作 另外还有什么 美军现在给他一个叫海神70的 这个空射型的火箭 那这要做什么 他可以搭载在无人机上面 甚至在轻型的这个直升机上面 他这是空对地的攻击目标 他攻击什么 显然他要攻击的是俄罗斯的坦克 或是重要的装备嘛 所以告诉你 这些援军都来到的时候 那搭配说 我乌克兰在炮轰你的后方 另外一个我在前进 前线慢慢地推进 告诉你 可能乌克兰的反攻大军 真的随时都有可能会展开 好 所以董事长 现在在俄乌的边界 真的有那种一触即发的感觉吗 我认为这个大战的事要 已经是确定是要开始了 但是我目前这个阶段 到底中国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是关键角色 因为中国在场外 他目前来讲的话 他所提出来的12项主张 已经跟这个马克宏 跟法国达成一个协议 我认为他们私下提出一个新的主张 目前来讲的话 中法已经成立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和平推动的一个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目前在进行中 但是工作组进行中 能不能够把这个事情缓和下来 不知道嘛 但是到底这个战场的最后的 这个决胜的因素是在哪里 我这个目前看起来讲的话 美国北约做了很多的宣传 有很多的部队 很多的装备要开始上场了 但这些东西 是不是真的能够如期到达 我觉得这个都还不一定 目前看起来 等装备 全部的新闻的宣传 都是讲说 要开始要发动新的攻击 但是你也不要相信政客的话 德文斯基说 他要发动新的攻击的时候 我绝对不相信 是吗 当然不是嘛 对不对 德文斯基吹这个牛干什么 他这个吹牛的目的 当然暂时在战场上 目前来讲的话 对乌克兰是有利的嘛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乌冬很难推动嘛 那乌兰来讲的话 他乌克兰单独做不到 对 一定要北约出手嘛 那北约出手 那法国又在里面搅局嘛 所以这中间有好几个谈判 在这边协商中啊 美国想要有一个结果嘛 因为美国现在脱不下去了嘛 美国的初选 已经陆陆续续展开了嘛 不是现在有人初选的候选人 都跑到台湾来了嘛 对不对 那个John Bolton 不是跑到台湾来了吗 那后面的这个共和党 越来越起来了 所以美国的压力很大 美国压力大的情况之下 因为美国现在是最坚定 要支持乌克兰把这个仗打赢的 打赢的一方嘛 那欧盟也有很多 很多人的七嘴八十 所以我觉得看拜登的决心 到什么程度 你看到他现在 跑到第一岛列 跑到南海 跑到南太平洋 这整个大包的太师是干什么 都在逼中国嘛 他逼中国的目的干什么呢 他一定还在做交易嘛 那中国只要真的真的真的 诚心地把手撤回来的话 俄罗斯就挂掉了 俄罗斯撑不下去了 太小了 俄罗斯的人力 没有办法打这场战争了 因为他面对了 整个西方的作战 最关键是在中国 中国只要抽手 中国只要 中国也不是过去 中国大陆也常 共产党常常出卖同事 这一次看会不会出卖俄罗斯 我觉得几乎很大 当然这样子 现在全世界的另外一个关注是 俄罗斯战争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乌克兰会大反攻 大反攻了以后 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了 这个时候美国做了一个动作 他们居然把福特号 派到了地中海去了 福特号已经离开了 美国的母港 往地中海方向走了 而且他是福特号打局寻宝 他加起来大高将近十艘的 现在全世界最新的航空母舰 对 所以福特号去的事情 他是配合什么 宝杰哥你要知道 6月28日之后 乌克兰国防部长在会议当中讲说 我们的村下大反攻准备工作 已经即将结束 428 我把时间去告诉大家 乌克兰准备好要进攻了 三天之后 五一劳动节 法国在那边乱 对不对 五一劳动节的时候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 也对全乌克兰国民宣布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绝地大反攻 但什么时候出动我们不讲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反攻的关键时刻 甚至要讲拉脱维亚的 这个国防部长 我们不能失去这一刻 不是只有乌克兰 不是只有拉脱维亚 不是只有美国 是40国的集团会议 而且他们几乎每一个月都开 在德国的美军空军基地那边 他直接召开这个会议 然后会提出需求 因为这段期间以来 尤其去年12月到现在 其实美国方面估计 包含了瓦格纳的这个傭兵集团 他大量的死伤 不是从去年2月 去年的12月到现在 现在5月对不对 短短5个月之内 半年半年不到半年 5个月的时间 他认为已经死了2万人 伤了8万人 加起来已经10万人 俄罗斯方面已经死了2万军 伤了8万军 已经没有斗志了 那瓦格纳集团的创办人 普里哥人他讲说 我们其实打得很辛苦 每一天都是数圈基的尸体 放到棺材送回俄罗斯去 再加上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他的战法有一点乱了 因为俄罗斯现在目前 第一个飞弹不够 因为我也知道 俄罗斯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现在目前乌克兰要大反击了 可是乌克兰要大反击的时候 他要截断乌克兰 他的相关补给线 这两天有出现断电网 有出现炸铁轨 还在炸 两边 但我告诉你 基辅方面并没有成功 我们之前讲说 你现在在黑海舰队旁边 一个油库 4万段的油库被炸掉了 你现在一个满载了木材 还有石油的列车被炸掉了 还不止现在还一个一个继续炸 所以一个一个继续炸的结果 其实看起来像是俄罗斯 他要阻止乌克兰联军 往东往南 来把这个尸土给收复 可是我刚讲了 你要知道 只打了一年多对不对 去年2月到现在5月 只打了大概14个月 保洁克普丁居然 在短短的一年多之内 他换掉了17个军事首长 一直换 那现在不是说 乌克兰要大反击了吗 乌克兰要大反击前夕 居然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副部长 米兹英赛夫 他紧急被撤换了 那他现在目前 现在没有在前线 他是负责后方补给 可是他在英国 是被制裁的对象 不能进去 因为你知道吗 去年在战事最激烈 刚开始的时候 前三个月 马力波 屠夫就是他 因为马力波 就是他带队进去打的 所以西方世界 对他是非常感冒的 所以挣钱换架 那你才突然 对 就是这几天 就把他换掉了 他是国防部的副部长 所以这个邵一鼓 他想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他也承认 俄罗斯现在目前 飞弹不够 等到全面在打的时候 他的亲密飞弹不够 的情况之下 我刚刚讲的 美国现在提供给他什么 海神70 海神70这个飞弹 现在目前可以装在 直升机上面 他还可以装在 相关的 包含空对地上面 他可以来攻击 俄罗斯 你看看这个画面 就是了 海神70飞弹 那先前有海马斯 现在有海神70 通通都交给乌克兰 等到时机到以后 也已经融兵了以后 春夏大反攻 乌克兰即将展开 好 正好 刚刚讲的 Politico杂志里面 他最近做了一个独家 原来在这个过程里面 谁总换兵权 居然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奥斯汀总换兵权 一个人掌控了 四十个国家 你到底谁该提供什么 该怎么样运补 这个攻击的时间如何 都是由美军 在德国那个基地 做好所有的一个准备 而且你说 你看了这所有的一切以后 你才知道 为什么美国急着 要把弹药库放到台湾 为什么25个军火商 要来到台湾 为什么要在台湾 产生这个 深处的兵工产业链 全部都是来自乌克兰的经验 因为现代武器的军援 太复杂了 奥斯汀不想再经历一次 我可以知道 这一年多来 奥斯汀是怎么过的 怎么过的 他每天早上六点半 要出现在五角大厦 三楼的工作会议 这下边打选战 每天早上六点半 每天早上六点半 这跟早上选战的 舆情会议一样 要看每天早上六点半 奥斯汀要出现在 五角大厦三楼会议 三楼的工作会议要召开 然后每一个月 要排一次时间 叫德国拉姆的空军基地 拉姆太英的空军基地 跟另外四十国的盟国 一起来开武器军援协调会议 这段是什么 超级复杂 为什么 因为欧乌战争打到现在 你知道吗 到底有多少个国家 给乌克兰多少钱的军援 你知道吗 四十国三百七十二亿美金的军援 将近十兆台币的军援 这种军援里面 有坦克 有运名车 有雷带 无人机 有多管武器有子弹有夜视机 有军援卡车 各式各样军援都有 你知道吗 最近二部有什么 是军援坦克给乌克兰 你光是军援坦克 对于美国来说 就是一个头两个大 比如说他们一直想 军援M1 A2坦克 对不对 这个油啊 光是军援M1 A2坦克过去后 它的油跟一般油就不一样 M1 A2坦克用的油是航空燃油 一般坦克用的是柴油 所以我光是军援这个 我要另外帮他准备一个 航空燃油的补给线 然后呢 对于这个M1 A2坦克 对不对 因为他吃油过来的时候 他8个小时可以吃掉 300加轮的油 这什么概念 一台我们看到这种超大型的 军用油罐车 大概是6000加轮 换句话说 一台军用的油罐车 让20台M1坦克打8个小站 就完了啦 那要不断的 你打仗不是打8个小时 尤其是你知道吗 像这种俄罗斯 乌克兰这种冰天雪地 他们晚上是不熄火的 他们晚上是要保持怠速的 这多少的这个油 这种油罐车 在后面不断补给 然后呢 所以我们当时一直搞不懂 你说你不就是 鲍尔坦克吗 你就是M1 A2吗 你就上了铁皮 上了铁皮 上了船 你就直接送到乌克兰就好了 结果看到这个报道 还得知道 原来我不是把坦克 送到前线 我坦克送到前线的时候 我的油罐车要进去 我的油料车要准备好 我的修补人员要准备好 等于说 一个驾驶兵 除了一个驾驶兵 我后面要跟10个后勤 无计的人 还有备料要准备好 你不可能现场换的时候 去叫货吧 德国车兵士 没有叫货等一个月 不可能吗 还有所有有可能的备料 有可能换的料 全部都备料好吗 台湾曾经要买A1 A2 T坦克对不对 你知道吗 一台坦克我们买2000万美金 2000万美金多少花在后勤 里面有400万美金是后勤 换句话说 五分之夜钱是在后勤保养 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一个赢 有估算过一个赢 M1 A2坦克的赢 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 后勤一年花7亿美金 你在那打仗的时候 他的耗财使用 是十倍二十倍在算的 所以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现在他们就在思考 我乌克兰就搞得明明帽 那我如果台海战争打仗的时候 我有可能边打边军援吗 不可能 而且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是四面环海 中国对于打台湾还有A2 AD 所以原来在打恶物战争里面 让奥斯丁最头痛的是 我的后勤补给怎么进去 我的油料 我的弹药 怎么送到前线去 很复杂 斯洛伐克军援 这个SAM300给乌克兰 你觉得就这样结束 没有 他要去协调另外一个国家 给斯洛伐克爱国者 你协调四面环海 不给斯洛伐克爱国者 结果美国派了一对爱国者去在那边 就他要东挪西弄 刚九个 东移西迷 最近最典型的案例不是吗 韩国借五十万的榴弹炮给美国 美国借榴弹炮给波兰 最后这个波兰给谁 给乌克兰 所以他挪来挪去 所以对于台海战争 美军就在思考 说第一个 对于台海战争 我们并不像乌克兰一样 有非常长的边境跟波兰相邻 所以一定要建立一套台湾可以 自给自足的军国产业系统 所以最近不是有25个军火商 美国军火商来到台湾吗 你知道他第一站跑去哪里 第一站去苗栗的一家 太空火箭公司 这家太空火箭公司 你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做3D列印 他可以把火箭的 3D列印 对 他可以金属3D列印 他可以把火箭的零件 做出3D列印出来 换句话说 美军要这技术干嘛 如果我可以3D列印的 我如果可以在太空 我可以在月球 我如果在月球要盖一个东西 我在火星上要盖一个东西 我可以透过3D列印 你直接在火星列印出来一个零件 那我就可以从美国在台湾列印啦 对啊 那我就可以在台湾列印 所有的关键零组件嘛 而且台湾人真的很厉害 你知道这3D列印的公司 过去在2021年的时候 有试射过火箭 在东台湾试射火箭 那他试射火箭 那个场地 他用什么名义去生前 掉虾场 他用掉虾场生体 因为台湾没有法令规定 可以让你试射火箭 他用掉虾场 后来被罚80万 那试射完火箭之后呢 招商谁把他招商让苗栗 中东起把他招商让苗栗 没有人知道台湾有家厂商 你知道吗 台湾的法规 也不允许台湾厂商做火箭 过不台湾人就做得出来 我们台湾人就可以不只做出来 洛克西的马丁这些公司 夏飞行第一就去看这个 未来战争你需要有现场 很多零组件嘛 好 这一块 另外一块呢 他不是去看翔翔 还有看经纬科技的无人机吗 为什么要看无人机 外国军事杂志祺 模拟过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电视台右边这个画面 其实只需要500架无人机 就把台海全部堵住 500架 对 这个红圈圈 就是一个无人机的攻击范围内 一个红圈圈就是一台 小型无人机 这个是台湾 然后这个是无人机的机队 对 你500架的无人机机队 就可以把整个台湾海峡围住 所以对台湾来说 我们这500架不可能要军援嘛 台湾做无人机是可以从头 从镜头做到电池 但一路可以做完的 我们如果可以自己做完的话 对于老公来过台海过程中 我们拿无人机炸都把它炸死嘛 所以对于这场恶物战争 美军学到非常多 边打边供货 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边打边生产 是有可能做到 就是要让台湾转型 而且现在大家注意到说 当然讲的 5月2号是最后的一场大雨 5月2号以后就会放晴 放晴了以后 刚刚准备讲的 现在草已经慢慢涨了 现在就最后 等待所有的土地干涸 我们在刚刚的画面 有些地方还有一点泥泥泥 当这些泥泥的路 真的干涸的时候 随时可以进攻了 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画面就是干涸的画面 其实大家有点搞不懂 就是说为什么俄罗斯要挖豪沟 原因很简单 因为俄罗斯战争打了一年后 俄罗斯发现乌克尔克的事情 他没有重型坦克 就没办法突破豪沟跟火炮的档域 可是问题是 这件事情俄罗斯挖出豪沟 就告诉他我就守这条线 我过去我也不会再前进了 但我也不想再后退 可是因为看到挖完豪沟 美军就思考 要破豪沟站 唯一的武器就是重型坦克 所以重型坦克才在俄罗斯 可以挖豪沟之后呢 罗上的台面 问题是罗上台面 我们不断报道俄罗斯战争 报道三四个月要给坦克 给到现在才给成 一半是在训练人 另外一半在建立后勤补给线 所以对于这场恶物战 当整个地都干了 重型坦克就定位了 远程的流炭炮 一百万发到了 那这个反攻就会开始